在佛佛上面前表演 其实也能够传达我们对佛法的恭敬 音乐在佛陀时代已经是诸供养之一 供养音乐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供养也是修行的一种方式 是对佛陀尊重与恭敬的一种表达方式 集结大众的力量将美好的音乐散播出去 让听的人也能够发喜充满 那么今天呢 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林明辉 林明辉老师所带的这个八十几个乐团 那么这个乐团呢 因为林明辉的理念跟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走入社会 把我们的心拿出来 把我们的正念正心 那么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关怀大家的事 来关怀弱势 然后呢用音乐来带领大家 来让大大小小的人 不管小孩大人 大家都借着学习音乐 然后呢来和谐演出这样的一个优美的音乐 然后再把这个优美的音乐呢 来供养佛菩萨 那我们这个正心会呢 为什么会每一个活动都会有请这些异文团体来表演 那么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呢 那我们是希望他们有一个演出的舞台 对艺术对艺术家来说 演出的舞台就等他们生命 佛教的活动不仅仅是大众一同拜餐念经 以多元化的方式吸引大家能够多接触佛门 邀请众多的表演团体一同来供养佛 精彩的表演 让在场的民众都赞叹不已 史方新闻 归文 许建一 高雄采访报道